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辉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哇 我们的健康一题专辑 我想一定是慢慢的做出口碑 因为现在我们请的来宾越来越大 还真的请得到 今天我们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消化医学的权威 也是我的老师 林兆唐医师 林医师你好 你好 邓医师好 是 林医师这么忙碌 还为大家写书 真的很不容易 这本书叫做 长保健康好未来 老师 这个书名是你想的 不是 这个原来我们想的题目不一样 最后呢 这个出版社跟我 用了好几个名称 然后最后选这个名称 这个文字造译很高 对不对 长保健康的长 是长子的长 长保健康 我们长子保护健康 好未来 这个好未来有谐音 你就有光明的未来 对不对 而且这个胃是胃 所以就胃肠 你的专科就出现 然后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本书 当然我们看很多健康书 我从医院里面看诊 当医生到出来主持节目 介绍过很多健康书记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 兼顾专业的深度 以及民众可以了解 这本书我一翻第一个印象就是 老师这里面都是专业的解释 跟甚至内视镜的照片 而且解析度非常好 让大家可以了解 还有超音波的照片 然后加上你浅显的解释 大家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你的胃肠的事情 所以会想要把胃教 做到这种深度 你的心情是什么 因为您在这个领域 照顾很多人这么多年 这么几十年了 对不对 为什么想要给大家 这么深度的书 其实这本书要出版之前 我很挣扎 怎么说 那我从医 从我进台大医院 当住院医师开始 到现在 在台大医院 我留了三十年 然后 离开台大以后 又在外面 又有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个四十几年当中 我曾经出过 大概有二十本书 那 很抱歉 就是说 这些书 到最后都是 不了了之 也就是说 我出了很多 未教的书 很多专业的书 那到最后 那个出版社老板 跟我讲说 林教授 拜托你不要再出书了 好不好 我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说你出的书 不好卖 然后 你出的那个 未教的书 很快就被 被这个书店拿下来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 现在 你太专业的书 那个 民众太少了 那你出的这个 未教的书呢 现在的民众 很多都是上网 那 免费的小费拿到 对对对 很少人愿意去买书 所以后来呢 我就很灰心 其实我不太敢出书 不过这一次这个 出版社来跟我谈的时候 他说 我们要不要试着看看 出一本 比较 大家都看得懂的书 然后呢 又能够畅小 我说 我没有把握 但是 他们鼓励我了 说 你至少 在你这一生当中 你要 试着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出书 然后呢 这个书呢 既能够 传达正确的信息 第二个呢 又能够 大家都能够看得懂 老欲皆解 然后 那 我说 那怎么做呢 他说 你先把这些专业的部分 先做好 然后呢 再 找我们的 一个 专门来 帮你再改写这个故事的 这个 这个写手 然后呢 把你的故事 好好的讲给他听 然后他用民众的观点 重新来 写出来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字 所以 我负责的部分 是专业的部分 然后呢 再经过人家 好好的改写 把所有的图片 全部用 真机 我们用 我们最选 最漂亮的 这些病例 它里面的照片 然后呢 所有的插图 都要原汁原味 用我们的画家 重新再画 那画过来以后 整个版面的排版 跟制作 都是朝向 一本畅销书 这样来做 所以我们花了 很多的时间 来准备这一个书 准备了将近六个月 然后再慢慢的印制 那印制以后呢 我们得到还不错的回响 所以这一次让我觉得说 台湾还是有人会看书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的书终于还可以卖得出去 还可以 还可以说 好多人都说 难得有一本 畅销的医学书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开头 我先这样说 就是 您是我真的看这本书 我的想法是 这本会变成大家家庭里面的 长辈书 因为就像您讲的 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一直都觉得说 这些年来 应该说这十几年来 专业的人 对于跟大众沟通的心态 有很多的改变 以前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特别是像我们在医学中心 工作的医师们 常常觉得说 我们就是把专业做好 那民众有疾病的时候 就是进到专业的体恤 我们好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不会琢磨在 要把这个资讯 多好的传递给外面的大众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是守在巨塔里面的人 可是你知道 现在就很多的民众 会有比较自主意识 他们也要自己能够 预知自己的身体的问题走向 然后知道 人家也要选医生 不是只有碰运气 大家就会讲说 我要找像林医师 这样子来处理我的肠胃 所以变成是资讯的 获得那个主动性 需求变得很大 可是过去这段时间 我觉得有年轻的医师 开始注意到 但是我常常一直觉得很可惜 就是在我们心目中 每个领域 那个最专业的老师们的东西 最深度的 怎么样把它传递给民众 所以老师已经 进行了这样子的过程 我说这个书 真的你看你会非常有震撼 它的图或什么 几乎可以当课本了 几乎是可以当课本 来那所以我们就来 先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林医师 这个肠胃疾病 随着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演变 你觉得现在你在看 民众的时候 觉得如果大家要 开始注意自己的肠胃 应该要最留意哪些东西 在日常生活当中 肠胃疾病 它也是身体 整体来讲是一个 身体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反应 所以目前我们在 肠胃疾病来讲的话 最常碰到的一些 都是我们很常见 但是过去我们大概 都是跟病人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问说 你有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学校老师教的是说 你有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你讲给我听 然后我们医生给你摸一摸 看一看 然后做一些检查 然后就告诉你说 可能是什么样的病 然后再安排 叫你做什么样的检查 来确认这个诊断 然后最后再给你处理 对 不过现在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我们现在 由于我们现在整个 生活形态都改变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设说 现在大家 如果是肠胃的 这个良性疾病 其实最多的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肠躁症 这个等一下我会谈到 所谓的肠躁症 那这个肠躁症 就是大肠肌躁症 或者我们叫做肠胃过敏 或者叫做 就是机能性肠胃障碍 太多了 那这个大概占 我们一般肠胃科医师 病人里面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是邓医师 你的专长 事实上 其实我们看到肠胃科转诊 我们就先想 这个很复杂 我整个精神科 怕接到肠躁症转诊 因为你知道病人来到我们这边 已经被您这边高诊 这个肠胃没别的问题 是肠躁症 可是来到我们这边 就一直不相信 他还是一直不相信 对 不只是他不相信你 也不相信我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常常讲说 我的病人里面有三分之一 都是这种心理障碍 焦虑 忧郁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精神观能症 然后呢 他表现在肠胃科 他今天如果是到我肠胃科来看 他就跟我讲说 肚子不舒服 肚子脏 脏气 这边痛 那边痛 然后呢 大便不顺 但是如果他跑到心脏科 他就跟你讲 心闷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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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很快 他讲到 讲到跑到真的神经科去 他就说他头痛 失眠 其实这个整体都是一个 所谓的神经观能症 这是你们的专业 但是他到我们这边来呢 我们 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安排他 一连串的检查 检查完以后 跟他讲说 你没有病 你去看邓慧文医师 然后他来了之后啊 就觉得说 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不理我 我照来看 你们这个没用的医生 然后一直怀疑 一直怀疑 但是这个有时候 就是要双边的合作嘛 所以这个现代人 就是临时提供给大家一个 现在很不一样 现在最常见的良性疾病 大肠脊脏 第一个是大肠脊脏 另外一个 我猜一下好不好 好你猜 胃食道逆流 答对了 你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是胃食道逆流 对 好那我告诉你 过去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是怎么样来看我的 然后现在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是怎么样来看我的 那我们先讲过 比如说20年前 那有一个 有一个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然后呢 他进场 到我的门诊来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他就说 这个胸口闷啊 有点酸水啦 常常会有酸水跑到这里 一架酸啦 一架酸啦 这燙燙啦 没屋啦 对 还有胃有点不舒服啦 吃了东西以后就更不舒服啦 我们听他这个 好像是胃食道逆流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那我稍微摸一摸看一看 没什么问题 就说 那么我们安排一个胃镜 马上就做胃镜 那胃镜进去看 好像食道的地方 有一点红红的 但是也不是说很严重 那病人一定要有一个答案 好吧 你就是胃食道逆流 他就 好 那我就吃药 我们就开一个最好的药给他吃 吃了以后 有效 他下一次来说 那个药还有效 再吃 再拿几次药 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以前的 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20年后 现在进来一个 差不多30岁左右的一个女生 进来就说 我胃食道逆流 是你来看 还是我来看你 我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你胃食道逆流 我看电视 那个 我吃甜食 喝咖啡 跟那个隔壁车书记 都同样嘛 我就是胃食道逆流 那个电视上面的广告 已经帮你诊断完了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他说 你一定要叫我做胃食 对吗 不对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要叫你做胃食 不然我可以做什么 他就说 他说 我就是要来给你看 是因为 大家的医生都叫我 就要去做胃食 做胃食做料医 大家都叫我吃油 吃都没了 所以 我是来提管的 你来提管的 我还有什么办法 全国消化科 第一权威来提管 这给你讨厌 别人都不敢说话 是啊 现在的病人都不一样 第一个 他自己做自我诊断 然后呢 第二个 他寻骗所有的医生 所有的医生 都懒得跟他讲 就说 好啊 要做胃食就做胃食 做胃食就做了 做了以后 他说 我很厉害 可是胃食看 没什么严重 但是 你既然如果说 你胃食道逆流 做胃食 稍微紅紅 我也是 特效要给你吃 结果 他吃了都没效 都没效 他就回来 每个医生都看 看完以后 都叫他做胃镜 都吃药 都没效 换来换去 他说 你来请林医师 来提管 那如果 我没有办法 摆平他 最后 我还是会请 他来看 邓医师 那老师 你都怎么摆平 你都怎么摆平 有办法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我先讲一下 刚刚讲的这两个 长照跟那个 胃食道逆流 我接触到 有时候阿伟 现在也听很多朋友 放身体的问题 叫我请他 先来 就是他们会说 长照症这个事情 他就说 我看网路 觉得我这是长照症 我一个人自我诊断 我感觉现在 我们以后面对的 条件就是这样 大家自我诊断的麻烦 是没有受过 医学训练 所以每一个资讯 大家觉得 有没有可能 是从字面上 那个案例的感觉 我甚至有听过 听众朋友说 那个案例 就是之前 被他婆婆虐待之后 然后胃就不好了 我婆婆也都虐待我 所以我一定是 跟他同意 我说以后不是这样 以后不是说 你相同的 所以当民众自我诊断的时候 第一个他不是医学背景 可是他一旦形成了 很僵固的思考的时候 他来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流程 我觉得我们医生要进化 要不然的话 你对不到他的心理需求 他对你讲的每一句话 开的每一个药 他拿回去 他会自己乱搞 自己去应用 所以到底怎么样 你说怎么样去摆平 他是带着这样 很多的焦虑跟困惑 跟自我诊断来的时候 医生要怎么样 更能够洞察 然后更知道 现代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 刚才我们用这两个 常见的问题 然后这里面其实 很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有写到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 好 那如果像刚刚那样子的病人 来到您这边的话 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安定 我想这个病人 有备而来 所以他通常会带一大堆的 那个未经的影片 他说在东家 西家 南家 北家 到处坐 有的人说有 有的人说没有 有的人说一点点 有的人说很严重 然后第二个他说 我不只是看过你们肠胃科 你们肠胃科 看完以后 我这喉咙也 卡卡 还有这里还会烧声 还会 有时候会觉得说 喉咙好像很紧 里面好像有东西 所以 我就被人家介绍去看 耳鼻歐科 然后耳鼻歐科医生 看一看 他就说 这个 没有问题 你去看老咖 你去看胃肠科 还是要胃食道逆流 可是中间的 现在也要管胸腔科 也很喜欢管 胃食道逆流 对啊 他们就说 这个部分是你的 他就叫他 又打回来了 那我就说 好 那你都准备好了 他说 你要叫我再 我做胃镜 我说 没有 这个不再做胃镜 先要解除 你这个心理障碍 你今天来到 我这个最后这一关 坦白说 我已经 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再检查 那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那我会叫你安排 做一个另外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呢 我会叫你说 你的问题这么严重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有没有胃食道逆流 所以呢 我特别帮你安排 某一个特殊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呢 要吞一个东西进去里面 然后要检查里面的胃酸 24小时 48小时 放在里面 那放在这里面 一次的单一的检查 或者是 你可以用一个胶囊 放在这个食道的下端 它可以粘在下面 它可以把48小时的 这个胃酸传出来 那我就知道说 你是真的 喂食道逆流 还是假的 就证据会说话 对 百分之90的病人 都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它 因为它是假的 所以它 见不了真的场面 我先讲一个 这个很神秘的 这个24小时 48小时的 这个胶囊 这我们在20年前 我们就做过这个胶囊 这个胶囊是 是没有线的 一般来讲 我们要测 那个24小时的 那个胃酸的话 你要从鼻子这里 放一根管子 放到食道下面 要通到胃的地方 就刚好交接的地方 让那个电极 就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要从鼻子拉出来 就像我们在做 那个24小时的 心电图一样 我绑了一大堆电极线 那个鼻子拉出来 这个线 要放在旁边 放一个接收器 然后呢 你走路啊 吃饭啊 洗澡啊 睡觉 都要晃着这个 没人要做 所以后来就有人 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说一坑胶囊 做胃镜的时候 晃进去 然后那个胶囊 这个胶囊可以测 以前是测24小时 现在可以测到48小时 他把它夹在这个 食道的最下方 用一个夹子夹住 那夹住了以后呢 他就用无限的方法 就传出来 那他就整天走来走去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 这方法好啊 那48小时以后 他会自己排出来 他会自己排出来 那我要跟你讲一下说 呃 我们在20几年前 我们就做过 这样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的结果 以你的专业 你一定会觉得 那个结果真的很神奇 那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找了两组人 一组呢 就刚刚我讲的 差不多30岁左右 3040岁年轻的女生 他说他有胃食道逆流的 那我们就帮他晃这个胶囊 晃进去 他都很同意啊 因为他晃进去以后 他吃饭睡觉 什么都很照常 不过那时候的胶囊 是24小时而已 那我们晃进去以后呢 他就传送到外面出来 接收器上面交回来 我们就读 他这个24小时的 这个胃酸 那胶囊本身就 从大便里面就排掉了 那你怎么知道 他排掉没排掉 因为我们第二天第三天 我们就会请他回来 照一个S光 那S光 如果这个胶囊在 S光就还在 那不见了 S光就不见了 另外一组找个60岁左右 五六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也说 我有一点胃酸 但是呢 我们也帮他做 他有一点点胃酸而已 没什么大不舒服 前面这个三四十岁的 这些女生 他很好玩 他跟你讲说 他很厉害啊 胃酸啊 然后到这个地方 然后喉咙还会痛啊 什么的一大堆 那这两组人呢 同时在做 那做完了以后 就说一个礼拜以后 就请他们回来 那中间呢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会叫他去照一个S光 那第七天的时候都回来了 那我们就问这些女生 说吞了以后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说很不舒服啊 放在那里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东西 根本就没有跑掉 根本就没有跑掉 我就说那你不是照S光的时候 都不见了吗 他说我觉得现在还卡在这里 就是这个问题 那胃酸的结果怎么样 他说那你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老先生 老太太 你这个胃酸的情形怎么样 他说 晃进去 他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不舒服 晃完以后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啊 都没有 然后呢 你的胃酸情形怎么样 他说有啦 有一点闷闷的啦 不太舒服 就一解盲 两个结果看出来 完全不一样 这个女生喔 他根本没有胃酸逆流 他只有心理的因素 所以他 那个24小时的结果 告诉你说 你这个人 就是敏感 比别人敏感 对 一点点东西 卡在这里 他就觉得 我这里一定有东西 你即使照 时尚S光 说东西都跑掉了 他还是觉得 然后他的complain特别多 他抱怨了一堆 这些症状 结果他什么胃酸逆流都没有 所以给他吃 所有的抗胃酸的 什么直直邦普抑制剂 最好的药吃 它都不好 反而是要请你们 用精神科的药 anti-anxiety 抗焦虑的药 反而对这些有效 所以如果 你再回来看 这些老公公老婆婆 其实他们没什么complain 没什么抱怨 结果那个胃酸很厉害 甚至搞不好 食道都已经到 过夜的挤的逆流了 就是这样 他就没感觉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胃食道逆流 也应该是你们管的 也就是说特别是说 就是说 我们只要看到这些年轻人进来 那抱怨的一塌糊涂 到处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给了所有的抗胃酸的药 都没有效的 我们心里就知道说 这个 就是来踢管的 而且这些 是神经精神官的症 我觉得刚才一开始 就是林医师就告诉我们 现代人来肠胃科门诊 这两宗大宗的 其实反映出现代人的那种 身体症状 得到资讯 整个过程都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找现在 例如说你要看一个 消化道的知识的书本的时候 你也要update一下 看一下新的 所以像刚刚讲的 我觉得就非常有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整理在书里面的过程 第一部分当然是介绍 教大家整个消化系统的运作 第二部分是常见疾病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之外 要怎么去处理 其实还很多人会有 所谓的溃疡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大家就很怕胃食道逆流 以后会变成什么 巴雷式食道 或者变食道癌 大家都怕这个吗 我知道的 很多人都有胃食道逆流 做了胃经梳有一点点 然后吃药你也不是很严重 你也不会天天吃 可是有时候开始觉得 压力比较大还是比较累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边好像会痛会怎样 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的 癌症 得癌症之后 就一定要去做个胃经 医生说没有 然后还有人就会问医生说 那现在没有 三个月之后会有吗 多久之后要再做一次胃经 医生说大概一年做一次 那问医生一年当中 长出癌症来怎么办 所以这个来问到林医师的话 大家应该有什么正确的观念 如果大家都觉得 自己有胃食道逆流 但是你可以跟他共存 那什么样的人要担心 那要怎么保健 事实上 我们台湾 因为做胃经太简单 太便宜 那在台湾做一个胃经 就是说整个健保给付 1500块台币 那美国的话 1500块美金 所以呢 台湾因为 这些检查太便宜了 所以病人又很方便 就可以要求这个医生要检查 而且要马上就检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医生被迫 只好说 那你就检查吧 反正我多一个检查 我少有收入 但是呢 他检查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拿药 奇怪 哪有说为了检查 主要是要来拿药 因为我们台湾有规定说 你做了胃经以后 如果有胃食道逆流 那你最多可以开 一年吧 四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的这个 这个子子帮补抑制剂 那这个子子帮补抑制剂 在国外 很贵 到台湾来 已经价格便宜到 一颗十块钱而已 那老百姓说 吃这个药有效 所以呢 我为了吃这个药 我每四个月来 给你做一次胃经 这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会常常跟病人讲说 不要了 不要这样子 如果有效 你就有必要的时候 你干脆就到药局去买好了 你做一个胃经 很辛苦 而且没有必要 很多很不需要的胃经检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讲说 胃食道逆流本身 不是说一直要求医生说 你给我做胃经 然后你给我吃药 那药呢 一直吃下去 其实长期服用这一类的 子子帮补抑制剂 这一类抗胃酸的药 它其实会让你的胃萎缩掉 而且呢 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 就像您刚刚讲到的说 我现在压力很大了 或者很忙了 突然间有一天就觉得开始 好像胃食道逆流又回来了 又胃部有点不熟 通常我们会叫他说 你开的这些药 如果已经没有症状了 那你本来胃经看起来就不严重 你停药 然后呢 我们叫做on demand 所谓on demand 就需要的时候再吃 通常我会叫病人说 你如果这个礼拜突然间压力很大 这个胸口闷啊 还有胃酸啊 或者吃东西以后很快不舒服 那你连续吃三天 三天后就停掉 然后呢 你需要的时候就吃三天 三天就停掉 这样子绝对不会有副作用 而且坦白说 要吃那么多也没什么好处 像这样的病人 我大概都可以take care 也可以照顾的很好 怕的是刚刚讲到的 吃这个也痒 吃那个也痒 吃这个也没效 吃那个也没效 然后呢 去看耳鼻药科 耳鼻药科说是楼下的 你去再去看肠胃科 肠胃科意思说 那再做一次胃经 就阴循在那个地方 你要打破这个界限的时候 你就提出两个东西来 你要不要试试看 真的你去测测看 你的胃酸有没有 现在很普遍 这个检查 现在很多地方在做 但是呢 他还说 我不要 吞那个东西 可能要自费 然后自己不愿意花钱 又想要占这个健保的便宜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他讲说 还有一种方法 是有限的 要晃进去 那要测24小时 那这个比较不舒服 不过健保给付 那有些人就愿意 从此我们就会发现说 真的胃食道逆流 跟假的胃食道逆流 所以不要再把这个胃食道逆流 变成所有不明压力的一种 好像不舒服 就都待在这个胃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用正确的方式去了解 但是也有很多人 像老师像书里面 大家可以在这边 也可以找到一些 真的比较严重的疾病 像在肠道 或是 这边你有介绍到 内视镜的 还有各种新的检查 甚至 切片 食道支架 所有的这些很多新知 大家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 甚至可以看到手术后 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对于 你出了这个书之后 民众 你在跟他解释 他接受什么处置的时候 也会比较明确跟清楚 有没有什么例子 你觉得大家其实可以 看这个书的话 在自己的治疗上面 会跟医生更好配合 这本书 原来我只是打算是给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要设计给医师 跟医事人员看的 并不是要给一般民众看的 那主要是因为 这本书里面 抬到太多太多的新知识 新技术 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 那这些东西呢 坦白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 技术员 或者是医师 或者是护理人员 他们都很需要一本 这样的一个手册 我当时只是想要做一本手册 那比如说 人家告诉你说 你需要去做胃镜 胃镜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大肠的息肉 把它切除掉 然后呢 定期追踪大肠镜 才可以预防大肠癌 现在大肠癌是最多的病 可是呢 每天在操作那个胃镜的医生 他知道怎么去把这个息肉拿下来 可是在他旁边帮忙那个助理 或者是护士 他现在有电子内视镜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这个医师怎么样去夹这个息肉 怎么样把息肉拿掉 怎么样把癌症清除掉 但是病人不知道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说 这个步骤怎么做 从来没有人去教你 很多新的东西一直出来 那我一直希望说 我们自己医生应该知道说 最新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药 这是必然的 所以这段书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对 这边的这些检查跟治疗 都是最新的 对对对 就是说 这里面很多的检查治疗 都是最新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技术员 都不知道说 你医生在做什么 你就夹夹夹 我也看不懂 你在做什么 可是 这一本书做出来 是要让这些技术员 知道他 每天 在做什么工作 我不是只有在 医生叫你说 来夹子来 你就夹子来 事实上 你在这个图里面 就看到说 我后来 有很多 很多民众 跟我怀疑说 原来我知道你们夹 夹息肉 是怎么夹的 他说 就像那个印第安人 西部电影里面 那个套子 这样套过去 然后夹 就把这个脖子掐了 就拉出来 在这图里面都有 是 所有的我们用自己的漫画 给他画出来说 这个 做哪一个内视镜检查 做哪一样的手术 是怎么做的 这本书当初的目的 只是为了要给 可是因为经过 您刚刚讲的 编辑的用心 什么 他其实变成 你知道现在做任何一个检查 其实比较好的医院 在做检查之前 会请你先提早到 大家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看一个介绍的影片 对 然后就有护理师来跟你讲 你要做的这个检查 或是要做的这个治疗 是什么过程 那有些可能听不到这样的 就自己上网 看一些不见得 真的适合你的情况 可是现在在书里面 就有最正确 跟最清楚 所以变成大家都可以看 其实我刚刚看到有些 真的连对我来讲 都是一些比较新的 像我如果没有在这个科别服务 现在有这样子的检查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休息之后 回来为大家请教一下林医师 到底像日常保健 大家很怕的像胃癌 大肠癌 有什么保健之道 到底正确的知识是什么 我要来请教林医师 帮大家问 这个胃癌 食道癌 大肠癌 大家看肠胃科 就最怕这三件事 您这边都有写 预防保健之道 我们从大肠癌 我先说一下 现在民众 大家知道 大肠癌的预防保健之道 就是你每年要去做浅血检查 是 这是我是从 那个 我们本院 台大医院的 这个健检中心的 主任的文章 他说 你不用急着 一直一直 每年做大肠镜 对不对 你做粪便浅血 如果有问题 可能跟医生沟通 也许再做一次 那如果有的话 看你的疾病史啊 你自己身体状况 或什么 然后 你有没有息肉 息肉是什么病理 什么性质 来决定 你是不是做大肠镜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基本 为止 然后多吃蔬菜 也先为止 然后 生活上面 要避免一些 其他的什么烟酒 什么东西 这样够了吗 对 差不多是这样 不过基本上 就是说 如何预防大肠癌 就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要改变 生活习惯 我们其实 我们所有的胃肠病来讲 那基本上 都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那当然你说 其他的病是不是 也是 那我们先讲 大肠 大肠癌 最容易好花的人 第一个是 基因有问题的 有些人 他家族里面 有这个习肉 或者家族里面 有一些先天的 比较多癌症的 但是毕竟这种 先天障碍的人 并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后天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 我们的癌症 是我们自己接触 或者是我们 吃什么东西进来的 所以刚刚您提到说 吃的太油 吃的太多的 这个高脂肪的 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然后少吃淀粉 少吃这个蔬菜水果 特别是纤维质 吃太少的人 然后再下来 运动太少的 运动也跟这个有关 然后有了这个 环境的因子以外 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知道你自己 有多少风险 每一个人的风险 都不一样 有的人 他是心脏风险比较多 有的人是大肠癌的风险多 有的人是胃癌的风险多 按照你的风险的程度 你去安排说 你要多久来做一次筛检 所谓的筛检 不代表说 你要去做大肠镜 现在我们大概 从45岁 一直到70岁吧 还是60 就是我们国民建邦署 里面就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两年 可以做一次粪便的检查而已 但是粪便检查 一旦阳性 那你就应该要去做大肠镜 是 那如果大肠镜的时候 看到有息肉 那一定想办法 要把它拿掉 对 拿掉以后 看这个息肉的 组织类型是什么 它是比较偏向 比较良性的 那这一类的 就是说 我们在国外的话 差不多是五年 才追踪一次 不过因为我们台湾大肠镜 也是太便宜 所以很多病人就说 那我下半年再来一次 好不好 很多人很主动跟你讲说 他要再做 你知道大肠镜便宜 还加上说 其实所谓的麻醉也很便宜 那种舒眠麻醉也很便宜 所以要不然 大家才不愿意做大肠镜 很难受 但是因为就几千块 你就可以睡一觉 然后帮你做好 检查谁不做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健保这么 这么优惠 其实牺牲掉太多的医生 护理人员 还有所谓药室人员的 一个权益 其实我们医学 不应该是这么廉价 而且不应该是 没事就来做大肠镜筛检 这个是一个浪费 浪费很多的资源 而且我觉得说真的 就是说 这样子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在医学教育里面 会发现一件事 我也是听很多前辈讲说 医生的专业诊断 这个价值 是不可或缺的 你同样有机器可以操作 检查可以操作 可是这个整个系统性的思考 跟判断是你需要看一个医生的价值 可是当所有的检查变得廉价 然后大家的资讯已经分不出良诱跟经验 每一个人他都想要自己order 就现在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这样 因为您比较德高望重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资深的医师 像我的学生常说 我们都没有感觉在看病 病人进来都是order我们 他要做这个 你要排这个 你要排那个 你要排这个 排那个 那这个状态下 其实会造成有一些 新一代在医学教育里面的医生 会开始觉得 那我的诊断已经没有价值了 反正通通都要是要靠仪器 以前我记得我在医学院的时候 老师们会说 我们都被教一句话 搞不好是您讲的 因为我也上过老师的课 就说 你有没有办法在 仪器都还没动用的时候 你靠问诊 靠PE 就是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身体检查 你的逻辑 甚至加上一点点实验室诊断 还没有动用到这些 很大型的仪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 很准确的知道 因为这是以前的医生 都有的能力 然后慢慢慢慢 我就开始听到老师们说 这个东西越来越淡薄 有一些 真的有一些人 他没有检查跟仪器 不会看病了 老师也有这样子的感触 所以我觉得这是 整个医病之间 跟大家需求 还有医疗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是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会影响这个国家 整个的医疗发展 好那我们先 不要去置评说 便宜或不便宜这件事 可是做一个 未进一千五百块 医院还要拿掉 很大一个部分 最后到医生手上的 我不知道我想问问大家 因为我日前刚去染头发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都知道 染这样一头头发要多少钱 你做未进一身 可能拿到几百块 这个我们在讲 一病一病 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心思维 好那么这个是 比如说大肠癌的预防 至少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自己如何也做点事情 像未来的预防 食道癌的333预防保健 还有未来的趋势 大家想知道的 肠道菌虫的事情 现在乱吃一身菌 这个就留给大家好好的看书 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非常感谢 林医师今天还花时间 来跟大家做这么多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